Bring the madness Hello 我是江江 現在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喔 好啦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 GTA裡面居然有這個高速公路的電子收費系統 先去 我們可以看到後面這兩棟大樓就是這個 電子收費系統 等一下看一下 這裡要小心一點不要掉下去了 OK那這邊的話呢上班可以透過這個電車 等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少一截車廂 OK然後有可能是這個模組真的太大了 大到就是 其他東西顯示不出來 我們應該先從哪一邊開始 就從這邊好了 OK哇 哇你看他這個這個玻璃是可以看下去的 然後車子開過去也可以看到 那上班不是很可怕嗎 好歡樂的感覺啊上面都是那個燈泡有沒有都是那個歡樂的氣氛啊 上班還蠻有FU的只是下面有點可怕 那這邊還有一些為什麼的螢幕是黑的這幹什麼啊 不要理我我先 大家看一下樓上是什麼東西 大家可以知道 這一進來的一樓是就是 我們的 辦公室啊 然後二樓的話就是這個監控系統的部分 算是服務台吧後面還有機房 然後這裡是我們的休閒區啊有這個 拚這個CD片的地方啊有點復古的 然後還有這個 7.1升到的這個電視螢幕 那這是簡報式啊 報式 應該要再加個工作間吧 然後這裡是這個箱子不知道是幹嘛 沒力威懾的嗎 OK然後這裡呢是這個 是監控系統 三個螢幕啊這可以做實況啊是不是 實況轉播啊 現在交流到的狀態 這是滿滿的監控系統啊可以看到這邊的溫度啊 天氣如何啊還有 車速啊有沒有塞車啊 OK其實他辦公室就是這麼大 等一下這個太太在看什麼 為什麼有個美女在這邊 我也是自拍照 什麼 這邊車子很多啊開始回堵啦是不是 大家跑出去玩了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廚房啊還有一些這個 飲料啊漢堡啊 這個人居然在打瞌睡 為什麼是這樣趴著啊 為什麼這個 電動玩具在上面 這樣子有點不合邏輯啊 這樣站在身邊打電動 做公司來上班啊要走這個很非常長的樓梯喔 感覺非常的累 沒到那邊就很累了 好 終於到了終於到了 哎呦 变了 半個半那麼久 不錯啊他門口居然還有這個收信的地方啊 實際來測一下可不可以把這個 把這邊拆掉看看啊等一下為什麼 我知道因為這模組真的太大所以如果再叫其他東西就會出現這個狀態 只是有點醜大白天中出現連汽油袋也不行 什麼槍都不行就對了 好嗎居然 居然這樣子的話那我們就 這個姿勢這個姿勢好這個姿勢 這個這個這個 準備射好射滿 這樣子 這個角度 他的角度不錯 太母湯太母湯了 太母湯了 好我先把這地圖關掉 關掉就可以了 直接甩下去 關掉就可以把槍拔出來了是不是啊好 就要這樣子吧 這個模組真的很大如果想要裝的就趕快去裝吧 下次再見 拜拜